好 地震過後救災應該是不分藍綠 但是沒想到綠營的測試 並不是這麼想的 你可以看到這位是傅崑琦 國民黨立委傅崑琦在地震過後 他也在臉書上貼出了 家裡的物品散落地障的照片影片 結果呢就有網友去把他看個仔細 說這些是不是都是禮盒呢 手裡手軟呢 在今天傅崑琦來到花蓮召開記者會 感謝大家對花蓮支持 同時也來駁斥了這個布什的指控禮品的爭議 鋪了四家災情被出征 而今天呢他也說了這些都是他自己購買的 同時聽到災民這些新聲呢 他更是落下了男兒淚 那麼同時可以看到被出征的還有誰 台中市長盧秀燕 盧秀燕呢現在遭到令批評特搜隊未救災 質疑說是不是因為他出訪新加坡 因此延誤了救災 你可以看到在地震發生過後 台中市長盧秀燕立刻在貼文了 就說在台中市的消防救災人員 都已經整裝待命 而但是民進黨台中市議員周永鴻 將繞國去批評台中市的搜救隊 四天過去了 還是在待命中 是不是因為盧秀燕來到新加坡出訪 導致市府整個指揮系統出了狀況 而對此盧秀燕市長就說了 早在當天事發兩個小時之內 就已經準備好 配合中央人力調度已經充足 所以才沒有聽進花蓮 台中市長盧秀燕一早來到樂成宮參拜 為花蓮大地震祈福 新系花蓮 但卻被綠衣抹黑 市府根本沒出動搜救隊 早在零四零三 花蓮大地震當天 盧秀燕就在臉書PO文表示 州市消防救災人員已經準備完成 只不過後來 中央審視當地人力 沒有調度台中搜救隊伍 是被民進黨台中議員 江照國周永宏質疑 指揮系統出問題 沒跟中央對接 中央因為審視當地的人力 那所以呢 並沒有調度到台中的搜救隊伍 基本上 只要這個中央調度 我們都會配合 謝謝 網友大酸塔綠班 就是這麼垃圾 這種噁心滿腦子政治鬥爭的 是沒看內文嗎 內政部說不缺人了 這樣叫不積極 那個時候那些側翼們 還有這個 還有一些媒體的一些評論家 名嘴們 還有這樣的心情 去一直做這些政治的抹黑工作 這個真的是無血無淚 一點同理心都沒有 他現在要做的就是放下顏色 論消費花蓮地震 拿來搞政治鬥爭 不管是韓國瑜 在貼文中出現台灣地區發生地震 被雞蛋裡挑骨頭 又或是王一船 連偏找戰犯都無事餘步 關鍵時刻救災第一 藍綠白大咖忙著關心前線 但綠營側翼無名小組 只忙著刷存在感 也藉此打擊陸秀燕 謝謝台北綜合報導 好在這個花蓮大地震呢 在監委離內者舉行了投機法會 不過到現在還是有 一千四百多戶的災民物家可歸 國民黨立院黨團走遭覆 其就呼籲中央政府要來比照 921提供災民的組合屋 同時呢 更是同批 綠營的側翼網軍 謊話治國 救災捐款分顏色 到現在還在 值一2018 跟0206這個震災的善款 他也強調 完全是公開透明 行政指示是專款專用 我們不希望台灣是一個謠言治國 謊言台灣的國家 靠網軍徹意來治國 從2018年 我們就呈現了非常非常多次 到今天 依然謠言猖狂 自古以來 在大災大難的時候 大災大難的時候 如果要從中間 謀取到任何的利益 這是要央子自尊的 我們再次的表達 真的希望大家用本語情 來看待現在的災民 尤其 尤其 日本人 發起 要捐助台灣的災民 他不可思議的 看到說 台灣的網軍 去給他出征 去給他洗版 告訴他 不可以捐給花蓮縣 不可以捐給洪十字潰 說是藍營在控制的 請問災民還有顏色嗎 人命還有顏色嗎 舊災還有分顏色嗎 2018年 02-06的大地震 舊災滿意度高達七成 我們不了解 這些網軍跟側翼 是從何而來 說我們有 災款使用不清 今天所有的資訊 都是透明公開 我們不了解 這些訊息到底是從何而來 五色覺醒 超越藍綠白 人民要過好日子 我們帶大家來看到 客委會現在被在野當利亞包 花了五千萬補助特定的電影 這電影講的是過去的中立事件 單一法定補助有上限的是一千萬 但是客委會居然花了五千萬補助意識形態 電影嗎 現在也遭到立委炮轟 民進黨拿公堂來贊助特定意識形態 電影 真的是明目張膽來洗腦 客委會拿五千萬公堂補助拍電影 一九七七年的那一張照片 要講述國民黨時代 中立事件的背後故事 但在野黨立委抓包 客委會補助的經費 已經超過法令規定 一部電影最多只可以補助一千萬 但是我們看到一九七七這部電影 它總共要補助五千七百萬 在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 超過百分之二十六的補助款 是拍意識形態的政策片 中立事件事發是在一九七七年 桃園縣長選舉時 因為有人質疑作票 民眾包圍燒回警局 而立委質疑 客委會拿白線納稅前 違法超額補助拍特定電影 根本是想搞意識形態攻擊政敵 拿公堂來洗百姓的腦 就是對當時執政的國民黨 要冷嘲熱諷 洗腦客家人討厭國民黨 這完全違背我們補助客家電影等的目的 另外客委會拿公堂拍的 新禮貌運動中教育年輕人 要懂得拒絕長輩的過度關心 也引發爭議 截至截稿前 客委會還沒有針對在黨的指控 做出回應 但為何充滿歷史爭議的電影 可以套白線口袋 違法補助五千萬 民眾都想知道答案 記得楊潔時光好 SNS小組台北報導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 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專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不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選控 策畢